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蒜蓉草白菜 买白菜也有一个广告 叶子一定要选一些青绿 好像白正粗壮,草出来才好吃 有些叶子买黄琴琴 甚至是青黄色,草叶不好吃,还会变苦 所以像这些就漂亮了 买回来的菜就改了 好像这麽小棵,整棵都可以了 头部可以削 这麽大棵,开耳就可以了 菜有很多沙,通常用一两次 和蒜蓉的油 炸起来 好,好,好 铁的肉 软的肉 铁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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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鑊鱼 加入洋芝麻 煮成小娃娃 加入鱊鱼 好可惡 炒到大概7成熟的 这个炒就像这样的水分 就可以抖起了 倒起淋滚的水 再烧熟 因为白菜咸的水分很多 所以它很丑 让它出了些水 出蒜和白菜 放比较多的蒜子 放入蒜 放入蒜 放入甘粉 放入油 放入油, 令它有光澤 可以補充 先用白菜炒好了, 嘗嘗味 很爽脆, 很有蒜香味 不错 多一个 好吃 多谢大家参看 我们下星期再见 记得点赞和订阅 是这样, 拜拜